可厚非 这没有什么 各已错 就是如果那个医师 他不用传播 他有把握 他的病人可以怀疑 那就照他的习性 不一定 是 没错 所以是每个医师的习惯不一样 对 好 那么这个阶段呢 先进行到这边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 我们下一个阶段呢 会开放现场的扣音电话 观众朋友针对今天的主题 或者是有不孕症方面的问题 想要请教蔡医师呢 都可以拨打这支电话专线 电话号码是7264613 谢理64513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 蔡峰博医师 资历 博园妇产科院长 前长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中登世界名人录 不运症著作三本 连续四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 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 张华市博园妇产科 院长蔡峰博医师 副院长陈昭文医师 专治不运症 地址在张华市中正路一段 392号火车站旁 片话047260678 我愿用心 使您更安心 欢迎回到 祝您好运的节目现场 我是杨琼怡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 跟您谈的是 不成熟卵子 体外催熟技术 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的 特别来宾 市副产科医师 蔡峰博蔡医师 好 那么这个阶段呢 我们有开放现场的扣运电话 观众朋友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现在就打电话进来哦 电话号码是7264613 那么继续呢 我们再借由这个影片哦 来了解一下 这个催熟的技术 它的一个过程 好 看下段VCR 这个是一个心跳 就是说我们逐进去 常常四管医院病人 厌医有就很高兴 我常常跟他讲说 看到心跳才算数 很多病人厌医有了 不见得看到胚脑 看到胚脑 不见得看到心跳 所以厌医从常 做四管医院通常要过三关 就是厌医有了 第二关没有在 没有外孕 再来就是要看心跳 没有心跳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四管婴儿也好 人工受精也好 或者说你治安怀 一定要看到心跳 才是比较踏实一点 我们看下段VCR 好 那这个是一个剖腹的过程 就是我在剖腹产 那我用这段影片就是说 全世界第一个不成熟卵子 体外缺手是 其实是在帮病人剖腹 接生的时候 那去扎 去取这个病人 这个孕妇的卵子 出来之后 不成熟卵子 体外缺手 那这样子取卵是很方便的 因为卵巢可以抓在手上 这样抓 但是剖腹都已经生产了干嘛 还要去取那个 小孩子生出来之后 三口红好之后 就卵巢 就是没事了 然后就卵巢拿出来 那我相信应该要起得病人的同意 就是你要捐卵 给那个不应征病人吗 愿意就把它吸出来 他也没有什么损失 他自己生小孩 那顺便 刚好一种手术两种功用这样 就是韩国恰一样这样的做法 那当然就这个过程 就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它是一个肩卵 是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现在上次讲的是一个 不成熟的卵子 怎么把它吹吹就吹熟了 大概的一个历史介绍 那既然不成熟卵子 可以吹熟 你会问说 精子可不可以 那我如果吴金正取出来 不成熟的精子 可不可以吹熟 理论上是可以 那也有一些医院做成功 但是国内呢 好像没有人做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不像卵子那么好吹 就是说 不是好人喝 这个技术不是那么 我们看一下 不是说这个可以 这个另外一个就可以了 不成熟的精子取出来的话 有两种做法 我们看一看灯片 好 第一个就是Rossling Rossling就是说 我取出来的不成熟精子 管它三季二十一 我就是把这个不成熟精子 给它注射到卵子去 不成熟精子注射到卵子去 那叫做不成熟精子 它没有尾巴 不像颗的 就是一颗圆圆的 很难跟红血球七分 可是不成熟精子 它本身 它是可以做 受精的动作没错 那的一切 那这样 大家不会质疑说 那小孩生出来 会不会畸形 也有这样的技术 也有一个化狗的医师 我们在幻灯片内 这个医师 他也做出来 先生做出来 是一个正常的宝宝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 他就把他的论文写出来 当然很轰动 前世纪第一个 把不成熟精子去做 试管婴儿还生下来健康 那他就写论文 就说我是怎么做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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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那大家就根据他的论文去 也这么做 这么做 这么做 结果偏偏 每一个都做不成功 那所以又是弄到的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他写出来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看播 就是没有老实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到底 他的成功是不是侥幸 他真的是拿不成熟的精子吗 还是他事实上是拿熟的精子 但是他说他做的是不成熟的精子 所以这个叫Rosny 这个技术不容易做 就是不成熟的精子 可以透过单一金虫型注射 注射到卵子去 对 他就是不痒 所以在美国NCC 就是所谓的国家guidline 他要求说你医师要做可以 第一个你要得到这家医院的 奴隶委员会同意 第二个要病人同意 第三个要跟病人讲清楚 失败机率是很大的 所以有很多前置作业要做 所以他们美国是很重视人浅的 不能胡搞瞎搞 那在台湾Rosny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做 那我问过我的大学同学 他是泌尿科也是做男性医学 他说Rosny 你现在全世界大概不认为可行 因为拿出来就一颗圆圆的 因为我们在 这是一个搞完起间拿出来的 通常会塞塞嘛 就是说也有血 那个血里面就是红血球 这里有红血球 这里也是颜色精虫 到底谁是谁 反正你拿 比较难分辨 你说你拿到精子 可是你拿的是一个红血球怎么办呢 当然他说这种精子比红血球小 所以很难辨 你说一般精子很难辨嘛 就是一条尾巴一种东西去 没有别的细胞跟它是一模一样的嘛 所以太好认了 可是你不成熟的精子不好 那推了球提示 好吧 那我们来学不成熟的卵子 来给它吹一吹 给它吹 不成熟进去给它吹熟 加一点什么东西这样子 那的确也有很这样做 那国内也有一些 一些中间也试着这样做 那我问过那些先钢 就是说在这方面 他说他们试着几个案例 通通挂共沟 没有办法养手 是 很难养 还是没办法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就说国外的那些 那个protocol就是他们说 用什么方法可以养手 他们根据他们的那个流程去做 结果还是做不成 可见他们的流程 又是有唱播 就是他写的不是说很老实 或者是说 此相机是根本就不可行 我们看下一段幻灯片 那不成说精子怎么给它吹 第一个它要吹64天 因为你知道吗 怎么这么久 不是 要吹到一天半了 说错了 精子真正的成熟要64天 但是有一种男性无筋症 就是说 他在成熟的过程就 顿下停顿下 就是所谓的成熟停顿 是 所以他就没有次级精母细胞 就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初级精母细胞 把它吹吹吹吹吹出一个 初级精母细胞 那怎么去看呢 就是尾巴跑出来的 就是那个嘴巴跑出来 那记得哦 你要培养是30度C 不是37度C 不是体温 因为我们知道男生的睾丸 是挂在体外 一般睾丸的温度是30到33度 所以这个温度要比照 睾丸的温度 同时要加饲料 什么饲料呢 就FSH加睾脂筒 那培养时间大概是一天半 24到48小时 不过这个是一个很世界高深的技术 在台湾还没有人成功过 那这个原理是跟不成熟 卵子体外脆手术是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一个 不成熟精子 不成熟卵子 所以目前想要在台湾做这个不成熟精子的脆手术 是不用想的 因为还没有成功过 目前至少我问过几个一些东西在试的 好像还没有成功过了 是不是我问的不过呢 还是说国内的技术 需要到国外再去进修 我不知道至少这个办法 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变成说那怎么办呢 那只好用精子银行嘛 我们看下段VCR 好 我们来看这段VCR 好 那这是四管宝宝 这个不是不成熟卵子 也不是不成熟精子催熟的 这是一个一般的四管英文宝宝 我只是说用这段影片来代替四管宝宝 所以即便是一样四管宝宝 里面还是有这种 我们今天提到的不成熟卵子的体外催熟 也有不成熟的精子的体外催熟 也有不成熟的精子的注射 但是不成熟的精子的注射 跟不成熟的精子的催熟这个技术 目前为止 至少在男性不应证于学界 就是这个是闺蜜纳科馆 他们是蛮保守的 就是说对于这个技术可不可行 你会不会成功 只保留态度 是 我们说先说第一个好了 就是说我拿到的是不成熟的精子 我把它注射到卵子 大家觉得不是很可行 因为第一个拿不准 你到底拿的是一个不成熟的卵子 是一个红解犬呢 还是一个不成熟的精子 而且精子的卵子都不成熟 感觉好像成功率又更低了 VCR看会比较 有一个不成熟精子的注射数 最后一段VCR 对 我们来看那一段VCR 麻烦导播 不成熟的卵子 精子是一颗圆的 这个是搞完的气息管 我们从这里把它取出来 因为我们 精子成熟这样子 从圆圆的到尾巴吐出来 这个要60天 所以一个精子成熟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是 64天 64天 所以精子要成熟也要很长的时间 你看这个是拿出来 左上方圆圆的不成熟的精子 就是没有 右下方 这个尾巴是成熟精子 那一根右边 那个圆圆的是红解犬 那水是水 那这个 很难判断 把这个不成熟的精子 把它注射到卵子 那如果说万一你拿错的 这个过程 你岂不是毁掉一个卵子 那我们假设它成功 也拿对了 这就变成受精卵 所以 我们刚才今天秀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Rawesney 不成熟精子 不成熟的精子注射数 叫做 当然还有一种 就是说 我如果拿到的是一个精子 但是它 那个精子已经开始在 变圆的 变拉长 尾巴面涂出来 那这个又是一个技术 叫做 圆 研长性的精子注射数 叫做 ALSI 这个又不太一样 这个通通在台湾都没有人做成功过 所以 我一再强调就是说 我们今天介绍的有一点点 未来医学 有一点点国外有做 但是 现在我问他们 泌尿科他们也觉得说 国外那些报告到底 真实性有待考证 诚实性有待 他们有点点不敢讲得很白 就是说 不容易 可能这个技术 还是要再经过一些时间的研究 那 再来 病人一定会问的一句话就是说 这小孩生出来到底是会健康还是没健康 对啊 那这个你 你没有办法去回答 因为这种宝宝太少了 太少了 你没有值过的证据 没有值过的evident base去跟病人说 没问题 像说现在全世界有350万个宿管宝宝生下来 你说跟他讲说 宿管宝宝在350万个统计下来是OK的 你有350万个当跟你当背书 跟你endorsement 那你可以这样讲 是 但是是种不成熟卵子体外催手的试管宝宝 不成熟卵子也不少 也不少 目前这个如果说是OK 我们可以说还好啦 因为国内也很做 那像加拿大米吉大学 韩国的美国的 英国欧洲都很做 但是 适不适合大家推广 现在大家就说 对于像癌症的病人 多长性卵子病人 也许他们可以做 但不适合 全面性的推广 为了节省费用 而这样 大家的共识就是说 它是有必要发展的一个技术 但不适合普遍 第二个 它只针对癌症的病人 多长性卵巢症候群的病人 或者是要冷冻卵子 冷冻卵巢 或者 真的很想便宜的病人 对 那这样的病人 你可以做自然试管 你不一定要做 这种不成熟卵子体外催熟 是 所以它 基本上因为 像这种试管婴儿的比例 还是比较少 所以 不是说 很适合 普遍的来做一个推广 对 尤其是 就不成熟卵子体外催熟术 至少在我的感觉里面 第一个它是一个 至少 你要做的话 恐怕 不晓得需不需要跟卫生署去申请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 有关精子卵子的做 那这个做法 又涉及到有可能 基因上的一些改变 或者是说 小孩子健康 那这个已经关系到病人的权益 因为病人最关键就是健不健康 对 如果生下一个小孩不健康 如果说这样要做的话 这个恐怕要跟卫生局 卫生署报备 或者的话 真正如果说有 有状况的话 可能这种责任是谁但待不起 是 好 那么这个阶段 先进行到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